Lun Sang 红临 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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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都放了吧 这鸽子 芽儿 我知道 你还是为那天 我把你那个乐乐 给钓得那事 跟我生气 对不起啊 我向你道歉 我想明白了 主要是得咱俩好 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哎呀 你看 今天早上啊 我特意到早市上 找了个董行的 给选了几只鸽子 你看这只 小小玲珑的 像不像你的乐乐 你这是干什么呀 雅 放了吧 都放了吧 雅 你别生我的气了 好不好啊 以后咱俩有什么事 上这儿来 咱们上这儿来 你真的别生我气了 你一生我气 我这心里无稽留住 我上班 我干活 我都不知道干什么好了 好 我不生气了 你能给我两年的时间吗 就两年 我现在不想生孩子 那那是不是 长了点啊 对不起 长江 你别说对不起啊 千万别说对不起 我们刚刚都说了嘛 什么事 咱俩以后上那儿来 你看这样行不行 咱也不说生 咱也不说不生 咱就顺其自然 哥怎么忘了 行 行 只要你高兴 以后 我去给你买鸽子 你放短 哎呀 哎哟 秦住长 哎哟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啊 哎哟 我看这什么 还割了个扁啊 龙马奔腾 这四个字放在这儿 恐怕不合适 我的命都是捡回来的 给撤了吧 撤了吧 撤了撤了 谢谢啊 辛苦你们了 两长 来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给您配的司机 小齐 以后您出门什么的 上下班什么的 小齐负责接送您 不用吧 我觉得我骑自行车挺好 算了算了身体 不是为了照顾您 是替您抢回时间 您的时间 那是我们医院的财富 以后需要我们的 您给我打个电话 好好 我一事办 好好好 给大家添麻烦了 那你们先去休息吧 那你们忙着 那我们走了 再见啊 再见小齐 这当着副院长 你一样就一样 你还别说 我觉得呀 这副院长干的吧 有点意思 你说前后后中的感觉 的确是不错 早知道是这样 我削尖打开就得往里钻 是啊 嗯 我看您这椅子坐得也 被儿舒 不错啊 软和啊 嗯 这 这是金角 不对 是银脚银 这猪男长做的那种 是金脚银 是吧 嗯 不过一段时间 您也得做金脚银 我听你这话里有话 你这什么意思 你就这么采货 你觉得过瘾是吧 嗯 不说 那行啦 赶紧收拾东西吧 来 把这些书都给我往下拿 不有点 不有心 慢点啊 快抬一点 我摸摆一摆 有 快抬一下 看新鸟片了 对对 坐 对对 这边 快抬一下 再抬一下 这是哪只鸟啊 这是我们抬柱子 傅柚林啊 呸 那白老师呢 那白小强老师 照片挂哪啊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谁让你这么挂的呀 我们团长啊 对对对 四方上 四方上挂一点 对对对 这样做好 对对对 把这个灯关掉一下 好吧 走吧 这谁把把小燕抬上来了 我 哟 李总 你甭李总不李总了 金团长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为什么把白小燕的照片摘下来 换成傅若林的了 白小燕是谁 是你们的台柱子 想当初那也是想当当的当家轻衣 你这叫什么姓氏你知道吗 过河拆桥 卸墨杀驴 你甭急 现在挑大梁的是傅若林 马上要出国演出了 那么多记者天天围着的采访 那后警在大门口 损不动拍一个白小燕吧 甭过来废话了 你说吧 你开个价啊 我 这些人是最好的 有点好 这些人是最好的 这些人都是等待 就跟你说 你会不会不动 你想想要 你会不会不动 我会不会不动 我会不会不动 一二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 可是我还是想说 在舞台上吧 咱可以把握别机 天女散花 长河奔月 可是生活中 还得拆米油盐 但你想想 那嫦娥在月亮上有什么呀 咱们家什么没有啊 你比嫦娥活得强多了 现实点 行吧 我挺现实的 舞若林是我的学生 她成功了 我替她高兴替她骄傲啊 是什么 是啊 你真的这么想吗 你要是再问下去 我就该不高兴了 不过去 叶儿 咱们说说 我是这么想啊 过些日子啊 我要去德国 正好你跟我一块去 加个名额来得及 办签证 我马上就给你办 好吧 我不去 为什么呀 一块出去玩玩多好啊 她说德国有我的朋友 人家接待得特别周到 我跟你说一下啊 你啊 你一上飞机 你就会发现 越飞越高越飞越高 你们团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算个屁 请你不要这么说我的团 好吗 我这不是为你出气呢吗 出什么气啊 我气挺顺的 晴瑟里 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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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那汤头饭 快点快点啊 就等你了 来来来 你们先吃的呀 不能不能要等 爸 你说住酒瓷啊 对对对 这么大事 国辉同志 院长大人 作为一个老兵们 向你表示祝贺 希望你以后好好工作 认为这些年呢 真没白忙 您让我很感动 真的真的 这这么长时间了 我得感谢您 对我的细心资料 来来来 放一下放一下 今天我看你有八个车了 爸 还有一个 就不是什么名车 这就挺好 就应该这样 车啊 还得自我开 这叫围观清廉 对 清廉 是吧 妈 赶紧了 你现在已经是院长夫人了 开心吗 当然开战 用问啊 你爸升官发财 我会不开心 你不了解你 我升不升官的 你妈不在乎 关键我得发财 我发了财 你妈比什么都乐好 财迷 爱财如念 为什么不对啊 来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老婆 那你行了 你行了 撒手吧 不是 我就两个字 祝贺 好 祝贺梁国辉同志 基本身份的演变 能变成什么样 我还是原来的我 得了吧你 我会 关于人生 你真求我给你好好的上一课 你说什么 我去呢 男人 特别是四十岁往上的男人 什么最重要 什么最重要 身份 身份是通行事 身份是气势 四十岁的男人 四十岁 人到四十的男人 要有权 要有事 这事 就是气势的事 这事 是从哪来的呀 从什么地方给的呀 身份 应该走了 下午卫生局有个会 我差点忘了 你先去 我一把来 太难了 听到了吧 平时 你当一个 小课室主任的时候 一年能到几趟卫生局开会 这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哥们 今天啊 来不及了 我改天啊 跟你好好讲讲 这围观之道 那 删了去了 我先给你讲两点啊 铺平上面 踩平下面 所谓的铺平上面 就是在上面建立一张关系网 所谓的踩平下面 就是想办法 让你垫在下面一些人嘛 服服帖帖的 我底下就那点病人 你说我踩谁合适 不是 你必须得学 要不然你一天也输入不了 你等我会儿 你等我会儿 看 专车接送了 二叔 你好 不好 为什么呀 你这么年轻漂亮 怎么会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好吗 你曾经是一味药 抚慰了一个 冰死人心 现在人家活了 我就成要渣子 你是所有病人的良药 怎么都是要渣子 马爽 今天我得当哥哥的劝你出去 国灰活过来 但一定不是为你活过来的 原来你看着他死 他死了 谁陪着他哭都不死了 现在你看着他活 他活了 谁陪着他活可就不一样了 我知道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独占的欲望 你恐怕要跟这种欲望做斗争 你非得把话说那么直白吗 我没那么弱智 对不起 就管我过不去 人生啊 做这个德行 就得一关一关的过 过不去 强过 生日 也得过 来见 陈院长 机票 护照 这样 我这都忙死了 我这真不想去 别呀 陈院长 考察事实上最先进的医疗设备 解除患者的痛苦 这也是您为人类做贡献的一部分 我不跟您说过吗 这是世界上最先进 最大的展览会 不是 都上升到这个高度了 别的还用我跟您多说吗 你瞧我这 我这 好好 行行行 行吧 我这场景 我是真不想去 明白明白 明白 那就这么定了 陈院长 那我先告辞 好 我这 就这么定了 我这 我看见 吧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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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 我这 你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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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哦 好 嗯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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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酒呢? 不是,我到了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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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马上准备好急救啊 好 我这就去急诊等你们 什么情况啊 放心吧 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 三根肋骨骨折 嗯 还好没有错位 等一下 唔关键 嗯 一桌 急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疼了 吃点饭吧 要我喂你啊 我会 我知道 这不就是划伤了吗 你说话 你说我跟郑姐两个人吧 都挺忙的 我们现在就为你一个人 在这转悠呢 你说你就不能配合一点 你还闹绝食 你什么意思 还拒绝输液 你严正不消 落下疤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那你再不吃东西 身体没有抵抗力 你怎么能够尽快恢复呢 车祸已经出了 就要正确面对 我没你们家长江那么好脾气 那个谁 护士 不要说话 不要说 该说一遍 别动 说话 配合 配合 都已经扎完了还叫 白小样就拜托给你了 一定得让他疏忆 炎症不消可不行 另外情绪好了 让他多吃点东西 营养好了 这都恢复就快 好不好 知道了 再给他 他肋骨不是断了 翻身不方便 你帮他擦擦身子 你啰嗦不啰嗦啊 他不是病人吗 咱们得照顾他 什么事 这你对我这么细心过呀 李长江不在国内 咱们都更得关心关心 照顾照顾人家 再说白想一下 这人家讲究 讲究 都给惯了 我听你这 好像是话里有话 郑杰 不许吃病人的醋 我这 看哪儿 哎呀 长江你别急 别急 没事 怎么没事啊 姜妍 你不许让了 我在德国 一听你给我打来的电话 我这心冬了一下 我这火候就上来了 我整个门嘴聊炮 我知道你别急 没事 他一点事没有 我正在几个房间 哪房间呢 你看 爱我 你别急 哎呀 燕子 燕子 我回来了 上他哪了 重不重啊 疼不疼啊 让我看看 出去 我出去干什么呀 郑杰 你给我打电话呀 我从德国 我都疯了 我就急着赶回来了 你让我出去 我到哪儿去 我 你出去 郑杰 你让他出去 你捂着干什么呀 你都包成这样了 能看见什么呀 那个 郑杰 说了 说 说 没落下吧 是吧 你看 就即便你流了吧 燕儿 你也不会影响 你家伙心目中的形象呢 你出去吧 我不想让你看见我这样 燕儿 燕儿 你别这样 要 要不我带你去韩国 我带你去韩国美容去 我一定把你弄漂亮了 弄得比以前还漂亮 我现在 你拉我干什么呀 郑杰 你干嘛 你拉我出来干什么你 张江 你能不能不这么折腾啊 就小燕儿这点伤 根本用不着去韩国 那我们医院的美容科 做几次去疤痕小手术也能完好如初 行了行了 那郑杰 你别说了 我不能看着燕儿这么难受 我一定要带她去韩国 我叫她伤着去 美丽漂亮着回来 哎呦 你别这么惯着她啊 她是我老婆 我不惯着她 我惯着谁啊我 我知道她是你老婆 那就由着她这么作呀 我知道她在作我 可是郑杰 我是这么理解的 女人捉你 说明她需要你 她要是不捉你了 那不是你完了 就是她觉得你完了 行了行了 郑杰 咱什么也不说了 你该忙去忙你的去 我赶紧回去给燕子办出现手续 我还得去韩国呢 就这样 怎么了 我就说这白小燕啊 真行 就那么点破事 把李长江从德国 就给叫回来 然后还要去韩国 反过来说 她这样的女人真幸福 甭管怎么做 都由老公宠着 人家是一个和老公 你呀后悔了就 我不如人家李长江有实力 一个月就这么几个工资 买不起宝马良居 我真庆幸啊 你比白小燕皮实 我是太皮实了 我为我这种皮实而感到不幸 我听得好像不如这个意思 你觉得人家的日子过得无比精彩 咱们的日子过得无精打采 是不是 是你跟我过得无精打采 是你跟我过得无精打采吧 是你跟我过得无精打采吧 人家这么往下说啊 又往不和谐上靠 不和谐也是你提的 人跟人不能比 一比就比出事了 每次他服药的时候一定要看好 你一定要针它 然后确认他把药已经服掉 好吧 好吧 你先去忙吧 好 您好 您好 我来给国辉送几件衣服 他是有几天没回家了 这几天医院特别的忙 我知道 他去开会刚走 是吗 他开会你都知道 我当然知道 我可以跟你谈谈吗 老舍 我要特别谢谢你 谢我 对啊 谢谢你为梁国辉做的一切 当初 我们就是在这儿 面对面地谈过 怎么救梁国辉 怎么让他活下去 那时候 你真的让我很感动 现在 梁国辉活下去了 但是咱们又得面对面对他 咱们怎么活下去的问题 是吗 是 我们要谈谈 怎么跟梁国辉相处 话说 他现在 毕竟是你们医院的副院长 我希望 你多少能够顾及他的影响 我真挺佩服你 你都快恨死我了 还能跟我手拉手的聊天 我们曾经手拉手 面对过他的死亡 但是我们不能手拉手 面对他的心生 对吗 我尊敬并且爱慕梁老师 我愿意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这样 我很有快感 快感 怎么了 你不觉得你用刺不当吗 我用刺不当吗 我听着很刺耳 我只能说 是你太脆弱了 你这么脆弱 怎么跟得上时代呀 跟得上时代 就得厚脸皮呀 我可不是厚脸皮 我是顽皮 这么跟你说吧 郑阿姨 在我眼里呢 这人生里所有的事啊 都是很好玩的 管他是什么 我都想拿来玩一玩 梁国辉是一个大活人 你也拿来玩乐呀 对呀 我也是以玩乐的态度 对待梁老师 梁大夫 梁院长 这样不行吗 难道 非要让我特庄严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庄严了 你教教我啊 我心里非常明白 你是不想负责任 你想让我负什么责任呢 咱们都得活下去 梁国辉不能有两个女人 我不想跟你分享她 哦 这就是你约我来的目的 想跟我要个保证 说吧 怎么保证 我听国辉说 以前你想离开你们医院 我现在不行 我过去说过的话 都是真的 那时候 梁老师在生死边缘徘徊 我是希望能够刺激她一下 给她活下去的一线生机 我说过了 为此我谢谢你 但是 我现在说的话 也是真的 现在 梁老师从生死线上回来了 她的生命远远没有完结 也就是说 她的生命中包含各种可能 你什么意思 真理 每个人都一样 只要她的生命没有终结 也就是说 她会包含各种可能 真理 我说的不对呢 难道 你觉得你的人生 就跟喷了定型发胶似的 梳成什么样 就什么样了 那有什么意思呀 你到底想怎么样了 我的回答很明确 人生充满变数 只能走着瞧 想不想呢 那是我的事 我也许想 也许不想 我明天想不想 今天我也不知道 梁老师 他答应不答应 那也是他的事 也许答应 也许不答应 他明天答不答应 我今天还是不知道 只能走着瞧 你没资格跟他走着瞧 别着急呀 郑阿姨 我问你一句话成吗 你真的觉得 梁老师在你心里 很可贵吗 他是你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 没有他 你就活不下去了是吗 是的 他是我的丈夫 他对我当然重要 我觉得吧 他在你那儿啊 可能就是 一块鸡肋 流之无用 弃之可惜 那他对你来说 是什么 天空啊 这无比广阔的天空 深邃 辽阔 空灵 郑阿姨 我问你一句话 你由衷地说 别欺骗你自己 他在你眼里 有在我眼里 那么美好吗 我觉得 他在你眼里 也是那么回事了 那你何不转让呢 把他转给我 转费为宝 解脱你 解脱他 也成全我自己 华硕的挑衅 错伤了郑杰的自尊 他可能再相信梁国辉吗 梁国辉抵挡了住一个年轻女孩的青春和热情吗 郑杰 郑杰更加坐卧不明了 郑杰 姐 你看 我给你买了一些新鲜的水果 还能吃的 姐我跟你说我多少回来的 别往医院给我送东西 要吃什么我自己会买 有事儿啊 那个我听说你们医院啊要招护工 看你姐夫行不行 不是 他那个身体牙都特好 而且他对着特别热情 我警服 一天到晚离不开久的 还想当护工啊 再说这事儿也不归我不管啊 他不归你们管 你也能说上话是不是 郑杰 我向你担保 我问你姐夫她上了岗以后 绝对不会再喝酒 真的 行我问问 你赶紧回去吧 不是 你把这东西 来 来 来 张主任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样吧 你让你姐姐 姐夫直接来找我啊 每个月一千五 你可怎么样 那培训呢 放心 我们这儿啊 有严格的规定 我们的员工啊 不经过培训 是不能上岗的 好 那就谢谢了 小经理啊 不客气啊 真的 我真有工作了 真有了 哎 太好了 老婆 我真得好好地谢谢你啊 哎 哎 你还不赶紧给你弟弟打个电话 咱得好好谢谢人家啊 我就是哎 我这高兴给忘了 来 郭慧 哎 姐 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什么事啊 你姐夫找着工作了 是吗 啊 太好了 哎 不是 这次啊 真的要好好感谢人家正洁 都是家里的人 谢什么呀 我觉得自打你病好以后 正洁变化特别大 姐夫找到一个工作不容易 得珍惜 我告诉他做护工 责任重大 哎 告诉他千万不能喝酒啊 千万不能喝酒 不喝不喝 国会 我都听见了 哎 那个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姐夫一定不喝酒啊 不喝酒 你姐夫都听着呢 啊 姐不说了 我这位现在有病人 好好好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千万不能喝酒 哎 我不喝酒 不喝酒 不喝酒 赚是咱俩 你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爷子 我叫刘彪 是护工公司派给您当护工的 您叫我老刘啊或者彪子的都成 咱实话实说 我呢没经过培训 不过就一条 咱这人实在 照顾老爷子的事咱都成 刘叔 太感谢您了 我们都上班 走不开 我明白 明白 您放心吧 我伺候老爷子就像伺候我亲爹一样 行吧 刘叔叔 我爸刚过完手术 他下着地 自己上不了厕所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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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能下地的话 要不干什么 这端屎接尿的事我都吵 刘叔叔 我的意思是 您可别嫌弃 有什么可嫌弃的 要嫌弃我就不干这个了 老爷子 您放心 我伺候老爷子 比您亲手伺候还强大 刘叔叔 我太谢谢您了 不行 拜托了 不行 不行 拜托了 妈 你干嘛去 我真是发愁呢 回来正好 你爸晚上在医院陪病人回不来 我给送点吃的 送点衣服 妈 这你等我 我把包饭给你一起去 不用不用不用 大家洗多叶吧 慢点 饭在锅里呢 快走 快去吧 快去吧 我想跟你谈谈 梁医长 请坐 不了 就一句话 话说你也看见了 我 最近业务是极其繁忙 对吧 医院上上下下 那么多眼睛都在看着我 所以咱们能不能不玩这套 儿女情场的游戏 我希望你能够自重 自重 你觉得我不自重是吗 当然你觉得这种说法 你不能接受的话 我可以换一个说法 你饶了我 行不行 我真是没有时间 没有精力再跟你玩这个游戏 华硕你年轻 我四十多岁的人了 我现在是阳光医院的常务副院长 我有这么多的工作 在等着我去做 我没有时间 没想到啊 梁国辉大夫 有一天会成一个官迷 你说我是个官迷 对 好 官迷就官迷 比色迷好 是不是 以后你没事你别瞎跑了 马路上车那么多 你说我这儿有衣服 你都穿工作服 我又不是孩子 你干嘛呢 就是有工作服 那里头衣服也得换吧 要不都搜了 你看真啰嗦 我还给你带包子了呢 以后别再送吃的了 我这儿犯卡 我干这活儿人家管饭 一会儿啊 我赶紧我还得回病房去 那个病人离不开人 嗯 我跟你说啊 这照顾病人啊 是细活儿 你晚上这儿睡觉啊 都得留点心啊 行 知道了 这不是我的工作 不过要是累了呢 你就歇着 行行行 我告诉你啊 家里那大活小活儿 你都甭管了 给我留着 等我回去干的 给你这包子 趁热吃啊 好嘞 行那我照顾病人去了 好嘞 那我走了 快点忙啊 什么事啊姐 不是 你看 我自己做的那个 混家馅的包子 还热着呢 姐啊我们这儿有食堂 你别给我送饭了啊 那大锅饭没有小锅饭好吃 你尝尝啊 你别别别打开别打开 我没洗手了 一会儿我洗手再吃啊 那你拿着 行行 郑洁 我刚才一直等你 我看着我 你真忙哎 忙得都没吃饭啊 是 对 对 我接着忙去了啊 一会儿吃 别忘了吃 真的 可以了 我来一个 我吃上也不吃 有洁癖 我姐做东西你都不吃 其实挺好挺干净 而且味道好 你要这些年我吃那么多包子啊 就我姐的包子做了 对了 这次啊 没人这可比了 就这点包子 总能让你高兴成这样 最近的心情呢 的确还是不错 第一 在你这儿细心呵护一下 我的经常状况 服务得很好 再有一个仕途呢 走了也是一帆风顺 嗯 嗯 都当然不愿的 嗯 谢谢 的 噢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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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背面牡丹花 咱是华硕 来 搁上 说 你是要正洁呀 还是要牡丹花 这种弱智游戏 也就是你能玩的 没事 事要这么简单 我还找你干嘛 你别走啊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牡丹牡面玩 你可以回家自己玩的 这一千五 少了点 不少了 你想咱俩加起来吧 一共三千多了 咱家呢 就海涛一个人上心 花点钱 去吧 够了 你这次照顾什么病人呀 蓝美颜 刚做完手术 得亏送了及时 再晚点 长穿孔 怎么了 行啊 都知道 长穿孔了 我告诉你 以后 肚子疼千万别忍着 弄不好就是蓝美颜 送晚了 长穿孔 嗯 嗯 嘿嘿嘿 唉 标子 嗯 让你照顾病人 你说每天吧 端屎端尿的 嗯 委屈你了 嗨啊 这有什么可委屈的 谁没有给生老病死的 是不是 嗯 早晚都给我躺床上那天 哎 咱这不是好不容易找这工作吗 怎么知道也得给人好好干啊 是不是为老婆孩子嘛 不忙的时候找个地儿就密一会儿 放心吧 我晚上能睡 白天有时候我抽空来能打一嘴呢 找着这工作不容易 咱得给人好好干 是不是老婆 你爸实在医院当务工吧 你爸伺候我舅舅我跟你说 我舅舅跟你爸聊天才知道咱俩是同学 我舅舅还说给你爸小费呢